在用水的时候就很方便 可是你们知道吗 在早些时候如果需要用手 只能去露天的古井里面打水 现在这种露天的古井已经非常罕见了 大多数古井建造的都比较大 这样在雨季的时候 就可以用来储存一些水源 等到了旱季的时候 就可以来这里取水了 尽管国内已经很少有这种露天古井了 可可在国外的很多贫困地区 还是存在着一些露天古井 在印度的一个偏远山村 村民在路过的时候 在古井当中发现了一个大老鼠 好些人士打到出来一看 发现这并不是一只老鼠 这是一只什么动物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现在这种有着百年历史的古井 已经很少了 可是这个小村庄里还有一口 这次是因为有村民 从这口百年古井旁边经过 突然听到从古井当中 发出了一声怪响 这个村民的胆子还是比较大的 他往井里一看 发现了一只大老鼠 吓得赶紧报了井 等专家跟剧员队来了之后 立刻决定下去一个人 把这只大老鼠给救上来 有一个最勇敢的小伙 吓到了古井里面 为了很大的劲儿 才捉到这只动物 仔细看 原来是一只狸猫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